進到旅館房間 通常室內的房卡都會像這樣插在卡槽中 讓室內空調全開啟 但因應夏季電價即將上路 業者也祭出省電妙招 要把這個房卡全抽起來 節能不只從客房下手 交一聽閒置的燈 電視統統關掉 只留下小燈提供基本照明 因為五月十六號開始 高壓用電大戶提前實施夏季電價 包含旅館 百貨公司 科學園區 全臺二點五萬戶受影響 時間一路延長到十月十五號 為了省電費 業者提前應應 在夏天的時候所使用的電力的費用 也會比之前會支付的很多 將近8%到10% 晚上的招牌特別在夏定的時間 提早一個鐘頭或是兩個鐘頭 把它關閉起來 電力的價格的波動 會讓他們有更好的節能的思考 電價如果稍微調漲 節能做得好的話 成本不一定會增加 至於一般民生用電 夏季電價維持六月一號實施 臺電估算非夏季用電平均每戶用電量294度 六月到九月每月提高到428度 一個月電費多出479元 不過其中只有120元是受夏季電價調漲影響 今年的缺電壓力確實很大 價格的提高以價質量來減少 因為夏天的話用電的尖鋒 那造成停電的壓力 經濟部強調雖然夏季電價上漲 但非夏月用電提前調降 算下來全年平均電價不會變 也鼓勵用電大戶善用時間電價 替自己省成本 靜新聞該美心謝宏睿常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